狗狗被无情抛弃 不听话就要被安乐死 他决定组建自己的军队报复人类 今天虎将要带来的电影是《白色上帝》 莉莉看着来来往往的车流 焦急地寻找着大黄的身影 可不管他怎么喊都没有回应 父母离婚后 莉莉一直和妈妈生活 因为妈妈工作原因 她只好来爸爸老王这里寄住一段时间 老王对她还算不错 可她就是看不惯莉莉带来的那只狗大黄 晚上睡觉也不许大黄留在卧室 大黄被关在浴室里 害怕得不停惨叫 为了安抚她 莉莉拿出了自己的小号吹奏起了一段 她终于安静了 第二天还没等老王起床 管理员就找上门了 公寓不许养狗 老王要么交罚款 要么带着大黄去收容所 老王本来就不喜欢这狗 怎么可能给她花钱 莉莉看出了老王的心思 和她大吵了一架 为了只狗居然和爸爸吵架 老王哪忍得了这破事 拎着大黄就把她丢在了路边 莉莉怎么哀求都无济于事 她只能看着大黄追着车跑 最后消失在了视线中 大黄试图找到回家的路 可她从来没一个狗出过门 被来往的车辆下个不轻 最后只好睡在了天桥下 这天 大黄溜进一家肉店想偷点吃的 却被店主抓了个正着 想着这辈子大概就交代在这了 一只流浪狗三花及时出现救了她 三花还带她来到了一个流浪狗的聚居地 大黄在这儿也算有了新的朋友 可还没等她高兴完 抓狗大队来了 狗狗们四下逃窜 就在大黄差点被抓住时 一个流浪汉救了她 本以为她是好心 可她转手就把大黄卖给了狗贩子 大黄被一个秃头大叔看中了 可这个大叔也不是什么好人 他看出了大黄的潜力 打算培养大黄去参加斗狗比赛 一只合格的斗狗肯定不能是大黄这样的 秃头大叔开始改造大黄 他给大黄吃蛋白粉 想让他多长点腱子肉 给大黄磨牙 训练他扑咬 把狗的野性全部逼迫出来 虽然大黄并没有纯种的血统 但经过秃头大叔的调教 他变得凶猛又敏捷 第一次参赛就扑杀对手赢得了比赛 大叔高兴地炫耀着自己的狗 可大黄看着倒下去的同伴 心里充满了愧疚 他看准时机从赛场偷跑了出去 可大黄刚逃出去 又遇到了抓狗大队 这次他没能跑掉 被带去了收容所 这天大黄迎来了第一个收养日 可他被训练折磨了那么久 早就不像以前那样温训亲人了 差点把一个领养人的手指咬下来 不适合领养的狗狗 只有一个结局 大黄在转移的过程中 终于忍无可忍了 他一个飞身咬死了工作人员 带领着大批流浪狗 逃出了收容所 他们在大黄的领导下冲上了大街 他们只有一个目的 报复人类 报复那些虐待他们 抛弃他们的人类 一时间街上一片混乱 警察全面出动击杀流浪狗 莉莉看到这些狗狗和被攻击的人们 一下子就明白了他们的目的 他突然想起来 老王抛弃过大黄 他也很危险 于是莉莉急忙赶到老王工作的地方 果然大黄带着他的部队来了 莉莉终于见到了大黄 可他面露凶光 呲牙咧嘴的样子 让莉莉十分害怕 他一个人面对着一群 随时会扑上来的狗 站在原地不敢乱动 老王看到女儿有危险 拿了武器就要和他们拼命 可莉莉却拿出了包里的小号 他吹奏起了那只 曾经安抚大黄的曲子 不仅是大黄 所有狗狗都慢慢平静了下来 趴在地上安静地听着 大黄终于想起了自己的主人 眼里充满着委屈 像是诉说着这一路的艰辛 骚乱终于停止了 制造了这样的麻烦 这些狗狗的下场不言而喻 他也趴在地上静静地看着大黄 向他道歉和他道别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总说 狗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那么不弃养 是每位主人都应该坚守的底线 让我们善待每一只动物 共建人类和动物 和谐相处的家园 我是虎将 喜欢的话别忘了点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